欢迎来到我们的洛杉矶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我们的第一则新闻 摇滚巨星邦乔菲在内什维尔拍摄音乐视频时 勇敢地出手拯救了一位处于危机中的女性 她的慈善事业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这位音乐家不仅在舞台上闪耀 还在生活中展现了无私的爱心 接下来 我们要聊聊音乐界的争议人物Didi 她最近面临来自前乐队成员Don Richard的多起性侵诉讼 这些指控涉及多年的身体和性虐待 随着诉讼不断增加 Didi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挑战 未来的发展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最后 我们来看看西奥尔良的圣徒队 尽管飓风法兰辛的来袭让他们的训练计划受到影响 但球队依然坚守在总部进行准备 球员们在艰难的情况下展现出团结 为受灾社区祈祷 展现了他们对家乡的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著名音乐人乔恩邦·乔维在奈什维尔的约翰 西根塔勒人行天桥上拍摄音乐视频时 意外地成为了一名危机中的女性的救星 在9月10日的事件中 邦·乔维看到一名女子站在桥的边缘 面临危险 她与另一名女性一起 耐心地劝说她离开危险的边缘 最终成功将她带到安全的地方 内什维尔警局在社交媒体上 对她的勇敢行为表示赞扬 强调了每个人都有责任 确保彼此的安全 邦·乔维的慈善机构 也长期致力于帮助那些面临危机的人 这次的经历无疑展现了 她在这一领域的专业能力 《独立报》报道称 音乐制作人肖恩、迪迪·康布斯的前乐队成员道恩 理查德指控她在过去的多年里 对她吉他人实施了身体和性虐待 理查德在纽约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中 详细列举了从2009年起康布斯的多项恶行 包括不支付工作报酬、对她施暴 以及在聚会上让年轻女孩遭受性侵犯等 理查德表示 康布斯通过操控和威胁让她相信 顺从她的要求是职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她的控诉受到康布斯的否认 后者的律师称理查德的指控是虚假的 并质疑她为何在过去的20年里 与康布斯保持合作关系 在另一篇报道中 Yahoo!US提到理查德的诉讼 是康布斯面临的第八起性侵控诉 显示出她在音乐行业内的争议不断 理查德在诉讼中描述了她与康布斯的合作关系 称她在聚会上展示了不当行为 并对女性进行侮辱和威胁 她还支持了康布斯前女友卡西·文图拉的指控 称在康布斯的家中曾目睹她对文图拉的暴力行为 随着康布斯的法律问题不断升级 她的豪宅也因联邦调查而被查抄 显示出她目前所面临的法律困境愈发复杂 Toronto Star报道 随着飓风弗朗西斯的来袭 西奥尔良胜徒队的教练们决定在球队总部过夜 以确保安全并继续准备与达拉斯牛仔队的比赛 由于飓风带来的强风和暴雨 球队提前一个小时进行了室内训练 球员们随后被允许回家避风 而教练们则留在总部制定比赛计划 四分为德里克、凯尔表示 尽管天气恶劣 但他们仍需专注于工作 并为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祈祷 飓风在周三晚间以二级风暴的强度 袭击路易斯安那州 最大风速接近每小时100英里 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洪水和破坏 《独立报》则报道了 一名34岁男子因涉嫌在加利福尼亚州 引发一场面积达3万英亩的火灾而被捕 嫌疑人贾斯廷、维恩 哈尔斯滕伯格在圣贝纳迪诺县被逮捕 并面临纵火和持有毅然物品的指控 该火灾自9月5日以来一直在洛杉矶地区肆虐 目前仅控制了14% 超过3100名消防员正在与火灾作斗争 并且已经有数十栋房屋受到威胁 近万栋建筑处于撤离命令之下 当地居民面临浓烟的困扰 许多人被迫疏散 火灾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美联社指出 全球各地正遭受极端天气的影响 包括加州的野火、路易斯安那州的飓风 巴西亚马逊的干旱 以及越南的致命台风 越南的雅籍台风造成至少155人遇难 数十人失踪 美国西部的野火也在蔓延 数千人被迫撤离 与此同时 尼日利亚因大坝溃坝 导致严重洪水 造成大规模撤离 巴西则在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时 野火肆虐 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气候变化正加剧这些极端天气事件 专家警告说 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Yahoo!US报道了皇家加勒比的终极世界游轮 乘客们在为期9个月的航行中 体验了无与伦比的冒险 这条航线覆盖了7大州 包括南极州 船上超过600名乘客 分享了他们的旅程 退休的莱阿、伯特和她的丈夫 在心脏病发作后决定抓住机会 追寻他们的旅行梦想 另一位乘客安吉拉 林德曼在母亲去世后决定加入这次邮轮 强调了生活的短暂和不确定性 许多乘客在旅途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像乔、马图契夫妇一样 他们在船上找到了一个小社区 计划在未来一起旅行 在这次旅程中 乘客们不仅享受了旅行的乐趣 还面临了工作与休闲的平衡 安吉拉在船上继续远程工作 而其他乘客则发现 游轮生活并非24小时的度假模式 很多人选择在海上日放松 而不是每天都在岸上探险 尽管船上有丰富的饮食选择 但许多人也努力保持健康 采取锻炼和饮食管理 以应对长时间的航行生活 莱阿、伯特甚至在船上开始了健身和营养计划 然而也有乘客在饮食上失控 这让他感到担忧 尽管皇家加勒比计划 再次推出终极世界游轮 但并非所有乘客 都愿意再次踏上9个月的航程 乔·马图契和他的妻子表示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短途旅行 安吉拉则希望在未来的游轮中 能有更好的行程安排 而莱克则迫不及待 想再次登船 尽管每个人的体验各不相同 但他们都对这段独特的旅程 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和深刻的感悟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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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